这是末日下的百层筒舱 人们已经在此繁衍生息数百年 发电机经过百年运转终于出了问题 于是筒舱关闭了整个电力系统 可是就在电源断掉的一刹那 本来灰蒙蒙的外界忽然一片生机 到底是监视器坏了 还是所有人同时产生了错觉 就在昨天 朱丽叶试图独自调查真相 她试图潜入水底查看 筒舱的下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但是最终 朱丽叶却因为恐惧而终结了行动 可是一回到上面 却发现底层发电机出了问题 筒舱的整个底层都随之摇晃了起来 看到学徒凑在前面 朱丽叶一时间着急忙慌地推开她 因为她明白 除了自己之外 任何人都修不好发电机 一阵忙活后 处理完发电机的朱丽叶找到了工程部的老大 她表示 自己找到了最近发电机一直出问题的原因 如果不想让发电机发生故障 就关闭一小时让自己去维修里面的转子 可是没想到 老大直接拒绝了 因为一旦关闭发电机 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尤其是现在老黑警长刚刚死掉 一切预想不到的事件都可能会发生 可是一提到老黑警长 朱丽叶不由的又是火冒三丈 于是直接和上级杠了起来 而这时 市长已经准备来到底层会议会朱丽叶 因为老黑警长的遗嘱是 听明朱丽叶担任统仓的下一任警长 这让市长升起了巨大的好奇心 没想到此时 底层发电机再次发生了故障 这个故障频率太频繁了 而且动静越来越大 朱丽叶一看这情况马上再次上前 赫尔倾听着发电机内部的声音 随即察觉到异常 这次的动静已经不是上次能比的 随即朱丽叶奋不顾身地要闯入发电机内部维修 还交代同事在自己进去后马上关闭舱门 而这一幕 恰巧被到达底层的市长看在眼里 当再次维修好发电机 朱丽叶准备再次找到上级强调严重性 可是一进门 却看到了市长一行人 而市长显然已经认可了朱丽叶 直接就准备让朱丽叶到统仓上层接任警长 可是没想到 朱丽叶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 沉思一会后 他婉转地告诉市长 底层的发电机必须要自己守着 因为目前的故障只有自己可以修理 可是市长似乎早就料到 紧接着对朱丽叶说 这都是老黑警长的意思 每一个警长都有指定下一任接班人的权利 而老黑警长在外出前曾交代过 无论你接不接任 都要我把这个警徽交给你 市长离开了 而小伙伴都听说了朱丽叶要接任警长的事情 一个小伙伴好奇地要来警徽查看 可是紧接着 他发现了这块警徽的异常 而朱丽叶文声接过来一看 顿时明了 这可能就是老黑警长之前所说的信号 于是朱丽叶连忙追上市长 面对疑惑的市长 他说自己有了新的主意 他可以接任警长 但是有一个条件 随即向市长阐明了统仓发电机的情况 如果不停机维修 后面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所以他的条件就是请关闭一小时发电机 让自己解决掉后顾之忧再去上任 市长一听马上明白严重性 这个条件与公鱼司都合情合理 对于发电机的维修即将开始 大广播通知民众 所有人在维修发电机期间 必须待在餐厅或者家里 未经许可不可外出 否则将会论罪 紧接着 工程部的负责人按下了关机按钮 整个桶仓的灯光随即熄灭 整个桶仓陷入了黑暗的世界 可是下一刻 所有待在桶仓的民众清清楚楚地看到 外面的世界变成了青山绿水 一时间 所有人都面面相娶 外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怀疑的情绪开始在桶仓蔓延